随着疫情解封及暑假到来 许多民众规划出国 为降低疫病感染风险 卫生局建议民众可在出国前2到4周 安排旅游医学门诊咨询 而目前总共有5家医院 设有旅游医学门诊 可提供个别化的咨询服务 我们讲究的是个人全面全人化 那会依照每个人的状况 去了区域量身打造 那去哪里需要什么疫苗 当地的疫情 那还有一些工作上 或者是留学上需要的表格 我们都可以帮忙填写 那至于如果慢性病的病患 我们也可以根据它的状况 那会诊不同的科别 在它回国之后 再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提到的旅游的疫苗 最常见的这张小黄卡 大家应该不陌生 在Covid 19之后 只要出国有真的都需要 纸本的小黄卡 那因为台北市政府的努力 我们现在也有线上版 那但是有一些国家 依旧需要出示纸本 以及黄热病的疫苗 现在是需要以纸本的方式呈现的 所以在去许多 有黄热病盛行的国家 还是需要这张疫苗 证明书的开例 王俊奇医师建议民众出国前可准备旅游健康包 包含检疫医疗用品 持慢性病连续处方签者 如预计出国超过一个月 可凭机票等证明文件 多领一个月的药物 然后在出国前 我们也会建议说 根据序的地方不同 要有自备的旅游健康包 因为在当地就医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那例如说如果去日本的话 其实像欧凱共啊 纱布啊 这些他们药商店 次出灵地就没有需要 一定要期待 那如果需要的是一些 攀岩的过程 或者是登山的行程 那我们就会建议要需要一些 外商所有的药物 那最常见的大概就是一些 等候药啊 止咳啊 止痛药 然后以及退消药 也会根据每个人的状况不同 我们可以来做旅游健康包的 那个分类以及建议 在出国旅游呢 有几件事情要注意 在出国之前 建议可以到疾管署的网页 查询旅游地 有哪一些疫情资讯以及建议 那如果说可能要到这个 比较陌生的地方 比如说非洲 那或是旅游地 你不晓得有哪一些风险 那是不是要接种预防针 或是有些预防性的用药 就可以到我们旅游医学门诊 来做咨询准备 那在旅游中呢 包括在国外航班上 那或是在游轮上呢 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那要特别了解可能的风险 比如说要做好 个人的防护措施 包括戴口罩 那或是做好防蚊的措施 那同时呢 也要做好这个饮食 卫生 那跟相关的这个风险 像不要接触 请鸟或是野生动物 卫生局提醒民众 在飞航途中 及出国期间 仍需留意卫生及健康问题 回国后21日内 如出现发烧 腹泻皮肤出疹等相关症状 请进宿就医 并告知医师旅游史及接触史 作为诊治参考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道 请进宿就知道我看相关机灯了 我们下期再见 并告知医师旅游史 depth 之后 可以不要唔 海润